好那这段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免费网页主机这个收集站 这个100Best Free Weaver Space 那这个 这一篇的那个教学页面 贴在YouTube的触节这边 点一下就到这里面 前面已经介绍几个大概还要再加一个日本站 就是说 其实那个里面东西很多都重复 只是说多几个站这样子 会比较好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站挂掉或什么的 大家可以 大概是前面这两个 还有一个日本站就够了 这样子 那其他的话就是 也是可以 那个点进去参考看看 因为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位置 还有他们那个站长 他们对一些 空间有一些的 那个不同的见解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因为这个 没有办法长期更新 这个免费的网页主机的帖子 就这边的这些 这个大部分都挂掉 那所以说 这边我整理的一些 收集站 大家就可以到 这边去找 因为 很多都是连进来这里 然后去 用这个空间跟这个 那这两个 很多人在用就塞爆了 那这个 这个这两个都塞爆了 那个其实很塞 这样子 那 就可以去这边去找一下 别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网页的主机 这样子 那 就可以了解一下他们 这个 价站的这个 这些东西 这样子 会比较好 就是说去 这些的 还有加上 刚刚 等等要讲的这个站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的 收集站 然后自己 去找那个 网站主机 这样子 网页主机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这边的 只介绍这 大概是这两个 还有这一个都塞爆了 要不然就很难用 这个 不是很难用就是那个速度很慢 这样子 那这边的有一些 的 里面会介绍那个最新出来的 还有一些比较 那个大家 就是那个他有那个评分 的部分 比较高的 就是比较好用的部分 可以到这些站 收集站里面去 去 去申请 那些空间 那些主机 这样会比较好 那 这个部分只是 架站的部分 就是说 你对这个 架站的部分有兴趣 你要使用这个 免费的网页主机 来架站 因为你刚开始你 你用那个自己的电脑架站 有没有 我这边的底部有 你假设有兴趣要用自己的电脑架站 也可以 这边 但是 比较耗电 那假设你 那个电脑又放在你的床旁边的话 那个很吵 你只要开着那个就很吵 那个受不了 那晚上会失眠 你不要这样搞 那个有一种那个 你可以到 就是使用那个网页的 免费主机 你刚开始那个站很小 没什么人嘛 那用免费的主机就可以了 那他这个地方有一些的流程 一些顺序 要研究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部份是 你架了那个 那个我的 部落格 或者留言板 或者是论坛 你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 那个 这个论坛 或者是 部落格 他的后 后台的操作跟 前台的排版那些的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研究 这样子 好 那这是 一些那个 好 就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一开始要了解下 几个单字 其实 在用这些的 这个 这些收集站 他里面的你只要知道几个单字而已 就够了 你一定要知道那几个单字 因为你 那个用那个翻译站 全文翻译那种 我们那个 你假设 经常在跑这些 收集站的话 我们尽量不要用翻译站 你那个单字 就是那几个单字而已 你直接用这个翻译站查 你不要用那个全文翻译了 因为那个 比较 不太好 那个 没什么帮助 就是说你 他会有几个单字 你只要 知道那几个单字是做什么用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 好 那 这些的单字这个是指网页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 Space 那有的地方是用host 或是host 这个地方他是用那个hosting 那是指那个空间主机 主机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叫他远端的站台 也可以 这样子 我们要知道那个单字的意思就可以了 这样子 那 连进来到 点一下 然后到这个站 之后 我们只要知道 点这个 这个站 他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停留几秒 以后他会写 Fee Weber Space hosting list 这个 list 这个 它是指 免费 网页主机的那个详细列表 列表名细它会出来 然后我们只要点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 就是那几个单字我们出到 他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了 那怎么念我们就是直接复制过来 那个贴一下这样 我们把它查一下怎么念这样子 FreeWebSpace Hosting List 然后他这个地方有那个 有那个自然发音法的 List List的这样子 你 尽量不要用那个全文翻译的 因为全文翻译的部分 学习比较有限 这样子 好 那到这个列表页面的时候 那个 我们要 看一下这一个 Add Add 伏子这个 那个强制广告 这个 Adverts 弄成小写才会有 Adverts Adverts 有那个自然发音法的 Add 伏子这个 那 这个地方 因为那个强制广告它是加在那个 它的代码是加在网页底部 这会影响到那个动态网页的执行 它可能会是 JS去冲到 或是AJS去冲到 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尽量要找那个 这个 None 这个 没有的 这样子 像这些的 才行 你假设要架那些动态网页 程式 它跑得比较复杂 像 像这两个它是Waterplace这个 这个部落格 跟这个PHPV3论坛 这个是它跑得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我们要找那个 None的部分 就是没有强制广告 的部分 它是 直接把那个代码加在网页的底部 再会去创造 这样子 我们要 看一下这个 这个部分 因为细部的 细部的参数 你点进去它都会写 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 这个强制广告的部分 那这个是脚本的意思 它有 这边有列出来 就是能执行的脚本 这个 国益 Scritting 这个 这个 脚本 能执行的 我们看一下有PHP的 就可以了 这样子 不用看太多 那这URL是指域名的意思 它可以使用你 那个 它是可以使用那个你自己的 顶米 或者是它附带的那个二级米 这样子 那这个是 Rating Rating 那个是指那个评分 这个是鬼扯 这个空间不可能是到五星的 因为它有这个 强制广告 就是这个只能参考 这个比较不准 是 这边的这个比较准一点 它的 这两个站是比较准一点的 前面这两个 这不可能到那 那么满分的 因为它有那个强制广告 它会去创造 好 那接下来是底部有这个 那个 分页的 部分 就是有第1页跟第2页 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就是点进来啊 看一下这次用这个 这次用这个 BIOT host 那这边 呃 我们点进后 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站只是个收集站 它是把一些免费空间 免费 主机啊 它是那个收集站 这样子 那它第1个是你要访问这个站 这个才是免费 网页主机的这个 那点一下它就是 到这个 免费网页主机的这个提供站 是这样子 这个BIOT host 这个 那这个 就是说 你只要看到这个单字 它就是主机 的意思啊 那这个是BIOT 那个 它这个空间 这样子 那 呃我原本是用那个空间这个字啊 这个单字用那个 用那个免费网页空间 但是这个会跟那个网页空间 不是跟那个免费空间去 很容易去产生误解 因为免费空间就是指那个线上网存的部分 你到底 这个免费空间你是指线上网存还是指网页 价站的部分 很容易冲突 所以说这个地方 后来改成那个主机啊 用这个主机做一个区分 这样子 那看到这个主机就是指那个能够价站的 的 免费的网页主机的部分 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几个单字这样子 这个地方 拜访 这个 评分评比 那这个站 那个 只能参考 这个都鬼扯 那这个是指那个容量的部分 那个web 网页的 Space 空间 就是容量了 能使用的容量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 它是翻译是指那个兴趣 兴趣 跟利益 但是实际上它是指用途 这个 它是指那个你是你的那个价站的用途是个人站还是商业站 商业用途 然后这个是域名的部分 你的顶米或者是他提供的那个二级米 或是用那个二级的域名都可以 那这个是指强制广告 A的 不是指这个 那个强迫广告 NONE 我们要注意一下 用NONE是比较好的 没有 那个NONE 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是你允许你 那个自己的那个 广告 就是这几个单子我们要知道一下 这样子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会比较 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这个是指脚本 那个 国义 Squiting 脚本的意思 那个看一下有PHP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指 那个Email 那这个地方 那个 那个我还在研究 因为 就是说那个 POP3跟那个 SMTP那个 那个协议有没有 就是我们 比如说 PHP3论坛 或者是 Wordpress 部落格 你加装这个PBpress 可以变成那个论坛 的一个插件 那这个地方他有那个注册认证的部分 那注册认证可以使用Email认证 就是说你注册完之后他会寄一封Email 到 注册人的那个信箱 那那个信箱点击之后 一个确认连结嘛 确认连结返回到你的网站 确认通过 这个部分我还在研究 因为就是说有的空间有没有 他可以有的空间他不行 因为有的大部分 的空间他是使用那个PHP的 程式执行 就是寄一封确认信的部分 然后再返回 返回到 确认你这个 信箱没有问题 是这样子 那这边的教学都是指那个 没有 没有认证的部分 他就是随便一个信箱 他就可以注册成为会员 是这样子 这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 那个POP3的那个协议跟那个SMTP 那个 到时候 我有弄出来的话 相关文章的话 会贴在这边 再跟大家 再参考一下 这样子 就是那个 Email认证的部分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就是 上传方式 upload的那个 那个 Method Method Upload Methods 这个 好那个 你要看一下那个怎么念的话 就 就这样 Method 要把它弄成小写 然后去掉后面的意思 那个是 他那个是指那个付出的意思 那个 Methods 这个 方法的意思 上传方法 或上传方式 那这个是指那个 unline 那个 editor 这个 turn 那个 那个后台的 控制台的 那个基本 那个basic 这个 basic 基本 这样子 那个稍微看一下 然后那个自然发音法 稍微看一下 这样子 然后这个 一键安装的 这个是指那个 一键安装的部分 Install 那个script 是这个 Installed scripts 这个 这个是指那个程序的部分 就是说他有提供一些 Wordpress的一键安装 或者是 PHPV3论坛的一键安装 那这个地方我 这个不建议 你用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你这些空间申请好之后 你要架 留言板 架论坛 架布沃格 架论坛这一些的 你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啊 才能学习到一些 那个东西 你用一键安装是学习不到东西的 那个无脑一键安装 那个不推荐 你就是 空间申请完之后 把这些东西上传之后 做一些设定什么的 才学习得到东西 因为这个 非常复杂 你这个 你空间申请完之后 东西上传之后 你 站开完了 你可以连进去 显示那个论坛 显示这个论坛 然后 或是显示部落格 还没有结束 他后面还有那个 部落格 后面的操作 后台操作跟前台的 排版规划 论坛 那个还要花大量时间研究 这个部分 这个价站这个部分只是 你只是 空间申请完部分跟 东西上传完而已 还要做一些设定而已 他后面还有这个论坛的那个 板区跟那个 会员的 全线的设置等等 那个还要花大量时间 研究才行 这个部落格 那个也是 都要花大量时间 研究 那不止这样子 就是说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研究 这样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特点 R 的 features 这个 那个其他的特征 或者是其他的特点 其他的特性 可以这样子 知道一下 那个C Panel 然后有买西口 然后每个月的频宽 然后这个 这些 那个出错的页面 这个可以制射 这些的 等等 增加其他的域名 然后统计 这样子 好 那这边的 部分就是 文章的底部这个 是心得 大家可以到这边这个页面 我是贴在这个YouTube注解这边 点一下就到这个 这个页面这样子 就是一些 那个驾站的心得 大家可以 那个参考看看就好 好 那这段视频就结合到这 谢谢大家耐心 收看 直播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